7月19日准备上岗前在做字节祷告的时候 突然出现了30年前在读神学院 我身体莫名出血 我需要看病 我跟大嫂要了300块钱被拒绝的画面 当下我哭了出来 原来因为被拒绝的关系 我再也不敢 也害怕告诉别人 我的需要和请求帮助 我跟神祷告之后 神要我去饶恕 我也试着去饶恕宽恕所有的一切相关的人事物 我也原谅了我自己 感谢神就在做了那个祷告之后 我的心变得很喜乐 我活在当下 我活出喜乐 荣耀归给神